VG的觀眾大家好,今天極速開箱就要開啟這隻IKBC F87 Series RGB 這隻就是近期漢科代理的機械做鍵盤品牌 這個鍵盤有賣點用了Cherry MX RGB 還有雙色成型的PPT 事不宜遲開箱看一看 這隻鍵盤會跟著一堆的KeyCab 都是PPT,但沒有黑東西在上面 可能自己去研究怎樣用 另外它有個KeyCab的工具,是金屬來的 之後Keyboard會送一個膠盤 幫你遮蓋殘 F87顧名思義是一個87K的機械做鍵盤 有Fn功能,還有沒有軟件 所有RGB設定也好,其他功能也好 都是透過鍵盤去設定 剛才提到F87是用了Cherry的機械做鍵盤 以及KeyCab是雙色成型的PPT 而F87提供的Cherry組,會有紅、黑、茶、青 底部用了白色的塗層 令光反射時更加柔和 說到F87的特別功能 其中就是Fn加Score Lock或Pause 會有計時器的功能 另外下面會有insert、page、home等 會有一個特別的鍵盤設定 一般來說,正常都是用QWERTY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就沒必要了 Keyboard的底部還有一個引線坑 可以放中間左右兩邊 而且有兩段腳架 其實不算太高了,好過沒有了 另外Keyboard本身有幾個不同的RGB模式 其中F4這個鍵 會代表一個全區域燈效模式 首先它會有一個靜止顏色 只要按Fn加Score 就可以調整基本的RGB顏色 另外按Fn加F1、F2、F3 就可以再有一個調色 例如是變紅色、藍色 自己混合一下顏色都可以 下一個模式是漸變的顏色 只是單色,但呼吸效果會有不同的顏色 還有可以加速和減慢 慢的時候就會看清楚漸變的效果 雖然是呼吸燈,但設計是不會關燈的 下一個就是RGB模式 RGB模式比較特別 同一般的跑下燈或上下動 這個是旋轉的效果 而且它的顏色表達都非常好 因為它調光度的時候 可以調光度,上下就是調光度 但是調光度最高的時候 它是變成白色 每一種不同級數的燈光效果 就會是不同的顏色盤 所以有時候看不習慣 深色的RGB模式可以改變磁色 或者改變暗一點 其實它每一種顏色表達都覺得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來到這個就是RGB的水滴效果 一樣同樣都是可以調光深淺度的 還有就是速度 當它調光的時候效果就會比較疏 但當它調光高的時候就會非常密 到基本上你看不到它有色的情況 在全域效果裡面的最後一個就是計時效果 基本上會有一個按鈕 開啟的時候就等於一秒 60秒就會重新一次 然後來到F5這個按鈕 首先第一按鈕會是黑色的 沒有效果的 之後第二按鈕會有一個 單件顯示顏色的效果 大家會看到效果都是比較漂亮的 它會收得非常好 另外下一個效果就是RGB的單色 其實效果也不錯 因為它會隨機變一些顏色給你 再來就是一個跟RGB的效果差不多的旋轉效果 但這個是單色 之後會有一個是RGB的顏色 同樣可以受到這個速度的影響 再來就是一個波紋或是戰流的效果 同樣是有單色 以及RGB的一個選擇 最後要講解就是F11和F12的兩種顏色 F11就是一個自定義的全區域效果 可以透過剛才說過F1到F3的色盤 或者是FNXGIP的色盤去調整顏色 現在這個就是我最後file做出來的效果 還有就是每一個profile裡面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我再按F10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單點顯示 之後就是一個旋轉波紋 之後就是戰流 還有一個類似走馬或者叫做貪吃蛇的模式 它會自動顯示整個鍵盤上的顏色 另外F12就是單軌 即是一行過的一個調色 只要大家按下色盤就可以選一條線 一個顏色 現在就像普通的RGB的鍵盤 同樣也是會有剛才說過的效果 會有一個單點的按鍵 之後就是一個旋轉的RGB 墊流 最後也是一個類似探食蛇的效果 同樣的效果也是受到加速或光暗度調整的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看看下次再介紹什麼吧 好,就這樣,拜拜 如果想看更多的遊戲硬件開箱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我們一定怕誰rast? 不 Andre Party Vine 其他 баб 完全女生